太行 你看视频却不订阅朕的频道 难道就不怕朕一路之下 烦了你吗 前这个长相丑陋的男人要欺负叶大嫂和叶三嫂 谁知晴天的小狗一声狼叫 呼唤来了他的娘亲 男人并是吓得不敢动弹 就在几人回家之后 却发现孩子们放学很久了还没有回来 哪知道孩子们是遇到了叶赖子 大哥带着我们让路回来的 所以就回来晚了 这样就对了 那个人脑子有问题 你们也都记着 以后遇到他一定躲远点 家里的粮食还够吃多久 干农活本来就容易饿 如今家里几个孩子饭量也都越来越大了 行 放心吧 过聊天我跟二哥一起去想出卖料 不如先去找村长问问 咱们若是想盖房子 有没有地方分给咱们 进城之后顺便问问买材料需要多少钱 哎呦 这事可真是太多了 你若不说我都把盖房子的事给忘了 梁 咱们这次盖个啥样的 要不盖个土批房就行了 哦 你不懂 就是要盖砖瓦房才好呢 咱家如今过得这么低调 都还惹得那夜赖子犯了红眼病 若是在大张旗鼓地盖几栋砖瓦房 那村里人还不得在背后讲估咱们 你以为现在就没人在背后讲了 之前老国家是怎么找上门来的 可见老大和老四得了赏赢的事 不光是村里人知道就连县城里可都传开了 与其一直被人惦记着咱家有这笔钱 倒不如就花在明面上让他们全都看见 房子盖好之后放在这里 别人偷不走也抢不去 总比让他们一直惦记着咱家有那么多钱来的好 太子娘想的主权 让我们想我们都想不到这一层 依我看还是等老大跑标回来 抽空把老四叫回来全家凑在一起商量一下 其实之前在关外的时候给老四成亲之后 我就想着等老四新婚满三个月之后 差不多该商量分家的事了 谁承想之后就出了一连串的事 把分家这事就给耽误了 老四如今又成了光棍一个 娘这事这啥急呀 别人家都是婆媳和轴力之间不合木材 不得急着分家 可咱家这么多年都过得和和气气的 这什么急分家啊 难该不会是烦咱们了 想把咱们都撵出去自立门户吧 可不是吗 最烦的就是你 要撵也先把你们家撵出去 奶奶别撵撵撵 奶奶不撵你 奶奶疼你都来不及了 把你爹娘撵出去 奶奶你也别撵我爹娘走好不好 哎呦 这孩子咋还当真了呢 奶奶跟你娘说着玩呢 怎么可能真把你爹娘撵走呢 真的吗 是啊 奶奶跟爹娘说笑呢 儿子是真没背影 他是知道护着爹娘的 奶奶 实在不行你就把我爹粘走 把我娘留下就行 叶老三眼底的暖衣还没退散 脸上就已经换上了震惊的表情 为啥啊 为啥能把爹赶出去 因为爹在县城木工房做事 那边能挣钱还管吃管住 但是娘只有自己一个人 老老家的人也都找不到了 奶奶要是把娘撵出去 娘就没有地方住了 叶庆刚听着隔壁的笑声 老叶家这日子 一天天过得可真乐呵 你要是能像人家叶老大和叶老四一样 赚那么多赏银回来 我也天天乐给你看 你知道你为啥天天过得不高兴吗 就是因为你只会跟自己够不着的人比 咱家在村里 好歹也能说上一句比上不足 笔下有余吧 你这人咋就不知道知足呢 我不知足 我看是你太知足了吧 做人当然要往高处看了 天天就知道更不如你的笔 一点都不上进 这一辈子都甭想有出息 我不过是听到隔壁的笑声随口说了句话 你至于这么不依不饶的吗 一天天不是吵吵闹闹就是摔过摔完 我看着日子你是不想好好过啊 我一天天上伺候了 下次后想 屋里地里的活都得干 我是人 不是牲口 累得要死了还得冲你下 你咋不撒泡尿罩罩自己配不配 叶庆刚 你居然敢动手 中场休息 各位看官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请为影片点赞和订阅频道 你的支持是博主更新的动力 博主支持评论区催促更新与剧情讨论 同时考虑根据大家的反应来决定 是否继续更新后续剧集 只要有催更的呼声就会更新后续 这都是青岛 走就走 你有本事走了就别回来 老爷家正好听到隔壁吵架 庆刚家怎么又吵起来了 这次可不光是吵架了 女士都收拾东西回娘家了 这么晚了回娘家啊 路上怕是不安全吧 我出去看看 很快就在小道口看见了拎着包袱的女士 云虎娘 你这么晚要上哪儿去啊 嫂子 你们都听见了是吧 就听着你说要回娘家了 我记得你娘家不在村里吧 都这么晚了 你一个人回去多危险啊 就算碰不到坏人 如今山里那些豺狼虎豹 可也都闷了一冬天 全都憋着吃点新鲜的呢 听了叶大嫂这话 女士的心里更加不是滋味 就连刚出了半年的邻居 都能这么关心我 叶庆刚却半点都不担心我的安危 连追都没有追出来 嫂子 你放心吧 我先去村里一个亲戚家住一晚 明天早晨再回娘家 这样也好 安全为上 你也消消气 两口子过日子 马勺没有不碰锅盐的 村里谁家是你亲戚啊 我送你过去算了 不然你这样子我也不放心 嫂子 谢谢你 真不用 我走几步就到了 女士这才拎着包袱直奔叶赖子家 叶赖子兴取的媳妇小皇室 看到女士的时候明显愣了一下 嫂子 我 希 你怎么突然来了 我来看看还不行吗 你到底什么事啊 我跟孩子他爹吵架了 我想回娘家 但是天太晚了 我寻思能不能来你这儿借住一宿 你回什么囊家啊 如今哪里还有什么囊家可回了 女士和小皇室原本是姑嫂关系 小皇室当年嫁给了女士的亲哥哥吕波 谁知道天公不作美 几年前吕波突发意外丢了姓名 这两年公婆也相继离世 小皇室一个寡妇 还带着两个孩子 无奈之下才经人牵线嫁给了叶赖子 村长媳妇也姓黄 所以大家便管她叫小皇室 女家如今除了几乎要她的三间土坯房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哪里还有什么囊家可回啊 若是爹娘和哥哥还在 叶庆刚也不敢这么欺负我 时说不时呢 你别滋生 我带你进去 你晚上跟两个孩子在东乡房睡 早晨早点走就是了 行 嫂子 我知道了 小皇室刚想要再叮嘱两句 就听到堂屋那边传来了摔东西的声音 臭婆娘 又跑哪儿去了 我这不是想着你今天累坏了 想打一盆热水帮你泡泡脚吗 泡什么脚 快上看 等会儿 现在 现在太早了 放心 他们不敢过来 良久 跟个纸娃娃一样 娶你回来帮你养别人的孩子 你就是这么回报的 钱花在你身上多不如去打水漂 好歹还能听各项 小皇室当初跟吕波过日子的时候 夫妻一直相敬如宾 哪里受过这样的羞辱和委屈 夜代子十分扫兴地出门去了 虽然小皇室一直忍着没有出声 可吕士毕竟是过来人 他自然知道刚才正房屋里发生了什么 如今我日子过得如何 我也不想多说了 所以我也劝你一句 好生珍惜现在的日子吧 夫妻啊 还是原配的最好 嫂子 实话跟你说 我也没打算不过了 这次既然出来了 我就不会轻易回去的 必须让她受点教训才行 那你就自个儿看着办吧 别晚而拖了 夜来子今晚应该是不会回来了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你们睡前还是把门窗都插好 吕士听了这话 再看着吕飞和吕慧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心疼得不行 嫂子 只要有两个孩子在 你就永远都是我嫂子 之前我光芒家里的事 也没雇上你这边 以后大家都在一个村儿里住着 你有什么要帮忙的就打发孩子去跟我说 行 我知道了 当天晚上夜来子果然没有回来 一夜风平浪静 无事发生 李家的房子一冬天没人住 现在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 你回去看看 若是住不了人就赶紧回来吧 而且那边也没什么亲戚了 你一个女人家 自己住也不安全不是 嫂子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夜赖子回来了 我走了 一大早的 她来干什么 没什么事 她就是过来看看孩子 她就空着两只爪子来看孩子 我怎么好像看见她走的时候 还拎着东西 你还给她东西了 我哪有东西给她 人家要出门 顺路过来看看孩子 我说孩子还睡着呢 都没让她进门 便把她打发走了 这就对了 以后若是不带东西 就带着一张嘴来看孩子 就不要让她进门 都什么时辰了还不起来 我乡这么大的时候 早就知道帮家里干活了 偏偏以为在家吃饭都不要闲的嘛 真是一点都不知道帮家里分担 都给老子起来 姑姑呢 我要姑姑 夜赖子一听这话 灯氏明白了过来 好啊 你还敢骗我